有感染過的人好像沒有 也沒有說到真的很多啦 可能不到四分之一這樣子 然後我個人呢本身也都還沒有感染過 我一直都很懷疑 我想說理論上我每天應該都跟不少的病毒接觸 然後竟然都沒有感染過 然後我也一度懷疑說我會不會是天選人 大家都會覺得自己是天選人 都會覺得自己是所謂的無症狀 或是碰到病毒不會有事 所以我每個月我都自己抽血去驗抗體 對就是因為你如果感染過 你會得到一個叫做抗體 那是自然感染之後才會有的一個抗體 這個知識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所以我就每個月抽 結果每次都是陰性 我就很傷心 因為其實你當很多人都感染過 你本來希望你自己早就被感染了 就是自己早就有人抗體 所以我覺得那個 一開始大家瘋就怕人要死有沒有 然後等到越來越多人感染他 然後越來越發現 其實好像大部分人跟感冒差不多 好像沒有那麼可怕欸 大家就越來越去接受他 當然我們今天講的主題 跟新冠非常有關係 但是因為大家那個新聞上 或者是這一兩年已經聽過太多 新冠相關的東西了 所以我不會特別focus 我不會特別在講新冠病毒這個東西 因為大家都太熟悉被洗腦太久了 再聽也可能覺得無聊 所以我今天會講 新冠跟他有關的一些知識 就是大家可能在一個後疫情時代 你要注意到哪些事情 然後包括困擾很多人的 很多人有 譬如說得完新冠 或有先打完疫苗 得所謂的帶狀炮疹有沒有 那應該有些人有能夠這個 或你的家人有能夠這個帶狀炮疹 或者是欸其實有些人他 有肺炎的狀況 欸他也不是新冠造成的 欸最常見這個肺炎鏈求菌 這個東西我們要怎麼去預防 然後還有最近很多兒童 那個新聞不是都會抱著兒童得到新冠 會什麼腦炎 好像很可怕有沒有 那又有講到什麼 miss c 什麼多發性發言 什麼症候群的 欸大靈也有可能會產生喔 所以我會把一些相關 大家可能沒有那麼熟悉的一些東西 帶給各位 好 等一下 欸 嘿 嘿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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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他們裝電池的時候 我來用電囉 好 沒關係 我們現在用暗的 好 那總之 經過公平IT我覺得大家的生活習慣改變了很多啦 就是像 一開始大家可能就 不會戴口罩 大家現在應該已經有點想像不出來 兩三年前那個時候沒有疫情的時候 大家是沒有戴口罩 在外面走來走去 現在你就算到外面 外面空不一人 你沒有戴口罩 你還是會覺得怪怪的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好處啦 因為如果我沒有戴口罩 在路上 就會被認出來 對 所以如果我沒有戴口罩呢 相對來講就 就比較還好這樣子 所以現在我相信 大家習慣都已經戴口罩 我覺得口罩對於 不管是COVID-19 或者是其他的 所謂的呼吸道傳染的疾病 其實 口罩都有非常好的一個防護效果 對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說 可能 今天總有一日政府會跟你說 阿這個 今天開始解禁 在戶外不用戴口罩 一定會有這麼一天 對阿我覺得如果你是 比較擔心 欸自己可能呼吸道 會有一些感染 對或者是 你擔心外面傳染一些疾病 口罩是可以不用那麼快把它放下來 因為口罩其實對於非常多的疾病 都有防護效果 好 OK 那今天我們來講一下 什麼叫做後疫情時代 其實大家聽到後疫情時代 你們都會想說 欸是疫情結束之後的時代 其實什麼事 其實後疫情時代的意思是 跟疫情和平共同的時代 對因為我跟大家講 疫情不會消失了 對 新冠病毒嗎 就是永遠一直變走 一直變走 一直變走 一直變走下去 對每個人就是會 得恩代德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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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就等我們現在 已經釋放非常正常的 跟一般感冒 或者是流行性感冒一樣 你都不會讓人在意他 對 一開始我們會很在意他 因為新冠病毒剛出來的時候 他的毒性很強 大家還記得2020年 新冠病毒剛出來的時候 他的死亡率可以到4-5% 他很高 然後這個比例很高 但是這是病毒一個自我演化的成果 因為病毒他想要傳給越來越多人 他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毒性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毒性太強 譬如說毒性在帶強 欸這兩位年輕人 這個一個很強的病毒毒性超強 一傳染兩個人 哇兩個人都掛掉了 哇他傳不出去了 對 所以這是病毒一個自我演化的結果 病毒他想要增強自己的影響力 他想要傳染 他是不是要越來越小聲 我覺得我越講越非力 好就是他想要越傳越多人 他要讓他的這個傳播力達到最高 所以病毒他最終一個演化的結果 就是會讓他的傳染病越來越高 但是他的致病率 他的重症率都會越來越下降 對所以得到的人 欸大家都很感冒一樣 照樣去吃飯喝酒 傳染給其他人 越傳越多 越傳越多 所以這就是病毒他走到最後會一個 就會轉變成這樣一個趨勢 所以新冠病毒他到最後 你看現在 我們我現在是什麼BA2嗎 他現在新聞又說什麼 BA4 BA5 欸這個刺牙型好像又傳進台灣了 又開始感染了 反正一定會一直變一直變 可是你就會發現說 他的致病率 他的這個重症率越來越低 他最後就會跟感冒差不多 對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後疫情時代 就是要學會怎麼跟這些病毒共存這樣子 那他還記得2003年的SARS嗎 對就是應該蠻多人對SARS才有影響 SARS那時候他也是一種冠狀病毒 但是SARS為什麼可以完全工作清零 然後他就不見了 因為SARS那時候死亡率太高了 SARS的死亡率高達15到20% 五個人等於SARS一個人會光明 所以SARS那時候就是經歷很慘烈的 和平醫院的風怨 對把一堆確診的關在裡面 用非常強烈的封鎖 雖然說那個時候 我覺得也是一個悲劇 但是因為他就是一個致死率太高的疾病了 所以變成我們只要把得到病的人阻斷 欸這個病就消失了 但在新冠的年代已經不可能了 對你不可能靠什麼 比如說又在什麼封城幾天 然後什麼萬業的人完全不能進來 我覺得在目前傳染力那麼高的狀況下 靠封或是去靠就是很強烈的封鎖的措施 去把這個病毒把它完全清理 我覺得 大部分這個病毒的特性 所以其實現在全世界在做的就是 跟這個病毒共存 然後把他的傷害降到最低頭 好 那 在這個後疫情時代 我們常常在講 欸其實我們不要忽略我們自己人體 對抗病毒有所謂的免疫力 有所謂的抵抗病 那這個 為什麼我會說維持好的免疫 外面很多廣告 他都會跟你說 你是真的可以提升抵抗病 可以提升免疫力 但是我比較不喜歡用提升這兩個字 對 因為任何事情過由不及 對 你的免疫力太盧盛 或者是你的 呃這個所謂的 有些人有所謂的自體免疫的體質 所謂的自體免疫 就是他身上的免疫力 欸除了去攻擊病毒 除了去攻擊戲劇 他還攻擊自己的本關節 對 他還攻擊自己的器官 但我聽過紅斑性狼窗 齁有沒有聽過 類同時性關節炎齁 這些疾病 都是所謂的免疫力混亂的疾病 所以當你有一些免疫力過於混亂 譬如說類同時性關節炎 或是紅斑性狼窗 這時候你又去吃一堆東西 去提升你的免疫力 會發生什麼事情 常常病情會變得更不好控制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每個人去想說 我要提升我的免疫力 這件事情 對於某些人 是不是那麼適用的 甚至大家也會有一種 感覺 當你有時候太普 太普 有時候會覺得太燥熱 這有點中醫的感覺在裡面 太燥熱 嘴巴都會破 有沒有 所以其實任何東西 過癮不及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 好的免疫力 就是你要讓你的免疫力 維持一個均衡 怎麼樣維持免疫力的均衡 我們後面也會講到 基本上 跟我們的情緒的了結 會有關係 跟我們的飲食 跟我們的運動 都沒有關係 好 所以基本上 因為我們會跟這個病毒共存 所以我覺得大家是要維持 好的一個抵擔力 就會讓我們的病毒 帶給你的傷害 降到最有利 好 那這些 我就一年一年還要打算 這些大部分 其實大部分人都知道 這些原則 但有一些東西 還是跟大家補充一下 第一個 什麼叫做重複睡眠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講 睡眠比較好的狀況 一天要到六到八個小時 但是人隨著年紀的增高 本來你的睡眠時間 就會越來越少 對 那個小朋友一天要睡 十四個小時 剛出生的小朋友 十四到十六個小時 然後到七八十歲 有些人他可能是睡 四到五個小時 他就覺得睡飽 所以每個人 需要的睡眠時間 不一樣 但是你可以去觀察說 隔天的精神 如果你覺得你隔天 睡眠品質不佳 影響到你隔天的精神 甚至你已經 超過兩三個禮拜 都有睡眠不好的狀況 我覺得這種狀況下 你還是可以請醫師 幫你評估一下 因為長久以來的睡眠不好 被非常嚴重的耗損你的免疫力 耗損你的體力 所以睡眠是一個蠻重要的 那第二種 適度補充 對適度很重要 保健食品 也不是說越多越好 唉有些人他進診間 還會拿嘴帶全額的 帶你說 醫生啊 這是我吃的保健食品 你幫我看看 十幾段很誇張 真的很多人會吃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保健食品 可以吃 但是就是適量就好 那我自己個人 我沒有說 真的 我自己個人也不用愛吃保健品 那如果說 你要我推薦要吃什麼的話 通常我會有什麼推薦 就是 如果你比較沒有在曬太陽 你可以考慮 比如說維生素D 因為維生素D 是我們曬太陽 身體會自然而然合成的營養素 然後他比較會存在於一些魚類 一些生魚色蔬菜 然後一些黑木耳之類的 那國人大部分的維生素D 都有點點缺乏 所以如果你平常 比較沒有在曬太陽 像這種天氣很熱 你會想要去曬 你可以適時的補充一點點維生素D 那至於維生素D 跟維生素C 我個人 覺得你可以在那種 覺得比較累 覺得感冒 覺得嚴重 覺得精神比較差的時候 再適量補充就好 我覺得 每天補充當然也沒有問題 因為這些都會被我們身體代謝 但是 如果真的要我去選擇 比較重要的 我自己的排名 會是維生素D 我自己會發放第一位 然後其他的 就是身體比較勞內 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適時的補充一些 維生素D 跟維生素C 這個大家可以考慮 那其他的 就看你的身體狀況服用 有些斜尺 擋固醇較高 他會吃一些紅躯 相關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也沒問題 或補充一些魚油 魚油對於一些 三酸多油脂 或是你擋固醇 都會有一些調節的效果 這些是一些 我覺得蠻基本的一些 保健的一些概念 給大家談好 那第三個 不過度防護 我覺得不過度防護也蠻重要 我相信你今天 你各位 會出現在這裡 你一定不是不過度防護的人 因為過度防護人 他這時候一定 還把自己關在家裡 他不敢去過全去生活 他還是覺得病毒很可疼 我還記得我 前幾個月 有個家長 帶著他小朋友來看過 他小朋友 兩歲多 大概兩歲十個月左右 然後他帶來 他就說 他小朋友霸燒 有些感冒症狀 然後 然後我想說 小朋友兩歲十個月 你都知道 小朋友從零歲 兩到兩歲多 那家長應該都已經 見過很多 感冒生病的場景了 我就跟他媽媽說 欸 哇這個小朋友 感冒有點發燒 你就知道你之前 那個感冒的一些經驗 去處理就好 就先退燒 關卡精神活力 然後你知道媽媽回答什麼嗎 他媽媽說 他到現在都還有感冒過 這是他第一次感冒 兩歲十個月 然後他說 他第一次感冒 然後我想說 很可能 超出我平常的認知 因為一般來講 我阿樂科醫生 看最多感冒 就在那個 六個月 失去媽媽抗體的保護 大概六個月到兩歲 就有群聚的時候 就開始公關卡 然後媽媽就說 自從 新冠疫情出現之後 他的小朋友 再也沒有出過家門 對 就是完全就是 不敢再出家門 然後任何 那我可以理解媽媽的想法 因為就覺得 病毒很可怕 然後不要讓小朋友 接觸這些 治病原啊 怕小朋友出生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 凡事真的 就是那四個字 過流不及 因為我們人體的免疫力 也是需要訓練的 對 當然新冠現在已經弱化到 Omicron 已經弱化到一個程度了 所以當然我知道 蠻多人也感染過 大概就知道 他頂多就是比較 嚴重一點點感冒 那你說 會不會有那些重症 會不會有那些死亡的人 我跟你說 任何疾病都有 只是大家平常不會把他們關心而已 對 像過去幾年 這個流行性感冒 甚至一般感冒 甚至腸病毒 對 你看這一兩年 你很少聽到腸病毒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戴口罩 這些東西會不見 對 過去這些疾病 大家會那麼在意 也有些人因為這些疾病死亡 或中症嗎 不會 對 大家因為新聞沒有報 你就沒那麼在意 然後今天新聞一直報說 然後大家得新冠 怎麼樣 大家就一直去害怕 所以當我們醫生用比較客觀的角度 就會覺得說 欸其實現在 新冠病毒也變到Omicron 他跟其實所謂的流感 或跟其他的疾病 比起來 說不定他的這個重症率 他的死亡率 都已經沒有差太多了 但是就是因為新聞一直報的關係 你會非常害怕他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新聞媒體上會 推波助感的一個原因 所以總之我覺得不要過不保護 也不用太過畏懼 把自己該可以保護好的 例如說你的疫苗 對 例如說你的一些口罩 這些戴口 你還是可以維持正常的社交 你還是可以跟你的親朋好友吃飯 我覺得當然 該做的保護座 但是不要讓你太緊張太焦慮 我覺得這樣子對人體的免疫系統 都不是很好 好 那當然 維持穩定的情緒 這個非常重要 那運動 運動對於我們身體免疫力的維持 他的一個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如果你有在使用一些藥物 就是依照依竹使用藥物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第一個主題 因為第一個主題 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當我們今天面對情況 疫情 當這個疫苗或者是你真的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可能產生的事情 對 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第一個我講一下炮疹 炮疹 一般分成所謂的單純炮疹跟帶狀炮疹 這個大家有個粗淺的認知就可以了 什麼叫單純炮疹 我相信很多人長過 當你睡眠比較不足的時候 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有時候嘴巴 就是嘴唇的地方 或嘴唇周圍 會一開始有點試痛 後來就長出這個炮疹的東西 這個叫做單純炮疹 炮疹類的東西 炮疹除外 炮疹是另外的疾病 炮疹就是手跟腳 你會養個鑰匙 那是另外的疾病 我們今天不談那個 我們今天講這個嘴唇的炮疹 跟帶狀炮疹 這一類炮疹的疾病 永遠不會痊癒 他好了 只是他不見了 他隱藏在你身體裡面 等到下一次 你睡眠不足 你壓力大 你可能又被感染到 比較重的疾病 身體狀況比較虛 他又會再跑出來 所以跟這類炮疹類病毒 最好的相似方式就是 與他和平共存 你不用想要把它消滅他 就算你的體的免疫 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把它完全消滅 他不見了 只是他隱藏起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類炮疹性的疾病 常常會複發 常常會複發 你只要身體狀況一擦 他就會複發 因為他永遠躲在你的身體裡面 所以一樣 維持你的情緒穩定 運動 跟他和平共存 那這類 這類單純炮疹很好處理 差點藥 吃點口服藥就好 所以比較難處理的是 我現在要講的 叫做戴狀炮疹 那戴狀炮疹 又叫做皮醫生 那我調查一下 這邊 在座各位有等過戴狀炮疹 等聚集的時候 讓我們知道一下 哇人真的很多 對 大家不要意外 人 得過戴狀炮疹的人 真的會非常多 因為分據統計 就是人的一生裡面 應該說 中體的人數 大概從 你出生到死亡 有三分之一的人 超過三分之一的人 都會得戴狀炮疹 對 每三個人 就至少會有一個人 會得戴狀炮疹 而且有些人會犯 顧得很多次 所以這個疾病 大家要特別注意 好 那今天早上 也有另外一個先生 來看過 他就說 那個醫生 我胸口 最近有點 胸悶 刺刺的 對阿 大家覺得胸悶刺刺的 最近看心 我就看過 都覺得什麼心機也之類的 對 然後我一打開他胸口 也就紅一片 我就說你這戴狀炮疹 對 戴狀炮疹 基本上他一開始的表現 就是他長在皮膚上 一開始你會先皮膚紅 然後覺得適適的 然後這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好像還好啊 但過了一兩年 他就會把水泡 對 對戴狀炮疹 那為什麼叫戴狀炮疹 好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發生率 大家可以發現 他的發生率 差不多以45歲 有一個協定 大概45歲以上 以前 都是戴狀炮症 認證的年輕人 整個45歲以前 發生率都蠻低的 但是一過45歲 戴狀炮疹發生率 就急劇升高 因為一樣 戴狀炮疹 一樣是炮疹兩個字 這個病毒 隱藏在我們身體裡面 你身體沒有辦法把它清除 所以你身體狀況 一旦不好 一旦你的睡眠 座席 擦了 亂掉了 他可能就會長出來 好 那戴狀炮疹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病毒呢 可能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小時候你可能有 能過水痘症病 對 能過水痘症病 因為在座各位大部分 我相信各位 這兩位年輕人 小時候可能打過水痘疫苗 你們幾歲 方便我講 19 他們小時候 應該有打過水痘疫苗 因為水痘疫苗 大概是2000初頭年 他就被納入工 被疫苗提起 但在座各位大部分 應該90%的人 小時候是沒有打過水痘疫苗 所以水痘是自然感染的 所以應該會有一點點 得過水痘的影像 那戴狀炮疹的 他這個病毒就是水痘病 你得了水痘之後 然後他就會隱藏在你的神經裡面 所以你水痘好了 然後這時候水痘就不會出來鬧失 所以等到你就是長大成人 然後過了45歲 開始身體有一些狀況之後 水痘病毒他會再爆出來 你看他這個是長很久 他總是小時候5歲 長了40年 長了50年 等到你身體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 他就會爆出來 就會變態狀況 所以超過上半斤的人 一生中 都會影響戴狀炮疹 然後 反正每年台灣的暗秘數也是不少 那為什麼叫做戴狀炮疹 因為戴狀炮疹他是長在神經 他是沿著你的神經長出來的 那我們人體的神經 是從我們背後脊椎骨 呈這個左右方向散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我們叫做神經結 戴狀炮疹他長的方向 他長的位置他是依照你的神經結去長 例如說他長在P4的地方 他就會長D1 對到背後脊椎 他長P5的地方就會長D1 到背後脊椎 所以你會發現戴狀炮疹他叫戴狀 就是因為他都沿著這個環狀的神經結長 那比較特殊 比較容易診斷不出來 長在手上 大家有沒有看到手上是垂直的 所以如果手上的戴狀炮疹 他就是會長這種直的方向 那腳上也是 腳的話例如說他又長在S2 這個地方 他就是這樣子直的方向上去 然後又直的方向下 對所以戴狀炮疹只有在你的身上 他會是戴狀 他在你的手腳是垂直掌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 欸手腳就不是戴狀炮疹 不定喔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會找戴狀炮疹 好 那 就考大家一個小問題 戴狀炮疹會傳染嗎 也就是一個小問題大家想一下 就例如說假設人 今天這位小姐 他身上有戴狀炮疹 那隔壁會不會被傳染 大家想一下 不會 不會 大部分人都覺得不會 沒錯 戴狀炮疹不會傳染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戴狀炮疹是你小時候得的水痘 然後大家身上都有水痘 對你們 你各位各位身上都已經藏有這些水痘病毒 所以這個病毒對你來講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只是你為什麼不會疹 因為你免疫你好好的 所以你就不會疹 所以哪怕你身旁的人 戴狀炮疹長得多多又多多 這個東西對你來講 你免疫就是會把它壓下去 但是有一個狀況 會癌癌 什麼狀況 一歲以下的小朋友 你要不要 你不能跟他接觸 為什麼 因為小朋友一歲才打水痘疫苗 所以如果你去接觸一歲以下的小朋友 他會變水痘 要小心 對因為他是水痘病 所以大家要記得 如果你身上長帶狀炮疹 你不要去接觸一歲以下的小朋友 如果是一歲以上的小朋友 就比較沒關係 因為現行疫苗 就是在一歲的時候 我們就會打水痘疫苗 所以大概一歲以上的小朋友 就會對水痘有點貪力 好 那為什麼我們講的 帶狀炮疹那麼重要 因為帶狀炮疹他有非常嚴重 而且持久的一些病發症 這個大家要小心 不是每個人不會發生 但是發生的話就很痛苦 那首先我們講急性期 急性期就是這個帶狀炮疹肝發的時候 肝發的時候就是會有這種大片的水泡 很多人會覺得非常的疼痛 而且這個疼痛 甚至有些調查裡面說 比女生生小孩的時候還要痛 某些人的反應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痛 好 因為他是神經痛 他長在神經上 所以那個痛是非常劇烈的 好然後有超過可能65%的人 他會碰到這個是非常疼痛的一個 一個疼痛的狀況 好那其實急性期的帶狀炮疹 大概我們會開藥給你吃 現在有還不錯的抗病毒藥物 跟藥膏 大概大多數的人 其實帶狀炮疹都會痊癒 但是痊癒 不能講痊癒 我還是提醒一下 這個帶狀炮疹沒有辦法完全好 對你好了之後他還是 病毒還是躲回去 只是你提無痊癒 但是呢他有可能會所謂的病發症 最常見的病發症叫做帶狀炮疹後的神經痛 我們知道大家有沒有被這個神經痛所困擾 因為這個帶狀炮疹他是從神經長出來的 所以就算他你看到那些表皮的水泡 他都已經好了 可以你的神經他會遭到一些破壞 所以當你的皮膚已經好的時候 有些人他還是會有些慢性 長期的一直在那邊刺 一直在那邊墊的這個神經痛的感覺 啊這個是非常困擾的 對常會造成睡不好 然後造成一些情緒的一些問題 所以帶狀炮疹後的神經痛 這個要特別注意 那有些帶狀炮疹他長在臉上 長在臉上甚至會失明 影響到眼睛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的狀況 好 那這是剛剛講的 所以有一個研究他去調查說 帶狀炮疹他疼痛的狀況 是有點小 裡面給大家聽就好 就是標註紅色這個也是 帶狀炮疹痛的一個程度 那你會看到分娩痛 因為我們生小孩的痛 弱在這邊 所以帶狀炮疹的痛 其實在生小孩的痛上面 對於某些人來講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痛 然後在右邊是慢性疼痛的狀況 慢性疼痛的狀況 你會發現他的疼痛指數也是非常高 會造成一個慢性不舒服的狀況 所以對於這種慢性 神經痛的狀況 老師說現在可以使用的藥物 會有效 但是效果相對來講比較有限 所以通常可能一開始 我會先讓你試一些B群 高劑量的B群 因為B群對於一些神經修復 是有幫助的 所以一開始我可能會看一些 高劑量的B群 然後一些止痛藥 看一下過了一兩個禮拜 你的狀況會不會改善 對 如果還是痛了B肝 我會使用一些抗癲血的藥物 因為抗癲血的藥物 就會讓你神經比較安定一些些 所以通常要用上去 令人患者會覺得有一點改善 讓那個痛很難完全好 所以最好預防 帶狀透枕痛的方法還是 就是盡量讓他長的時候比較輕微 維持好你的年齡 或者是乾脆讓他不要長 對 你說怎麼樣讓他不要長 對就是 現在 我知道很多人都知道 現在帶狀透枕有疫苗 對那在這邊我幫大家更新一個比較新的知識 就是目前喔 今年在9月份 才會有一個新的疫苗進到台灣 就是在座個人一定沒有人打過 對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疫苗 對那目前台灣有的一個疫苗 他是叫羅東斯塔貝斯 我有點忘記他中文叫什麼 那這一劑疫苗他是打一次 那他的保護力大概五成到七成 那這個比較新的疫苗 他對於帶狀透枕的保護力有到九成 而且從60歲到90歲的這個年齡層 對他的保護力一定沒有隨著 可能八九十歲免疫系統不好 保護力就下降沒有 那到八九十歲他的保護力一樣有到九成 對所以這是一個算是我今年醫生本 就是在製很多代狀胞的醫師本 很期待的一個疫苗 我也已經跟公司預定這個疫苗一進來 我要第一根打 因為我今天怕長大狀胞胞胞胞 有些神經痛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預防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真的我覺得大家不用看以前 就知道說今年會有一個新的那種 後的疫苗進來 對大概九九月十月份 其實詳細時間我也不會還不知道 那這個實驗是說他的 因為他這個疫苗出到現在只有八年的時間 所以他做八年的一個研究 他的保護力做到八年已經打完疫苗 經過八年了還有84% 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 因為大家想一下現在新冠疫苗的保護力 對於公益狀胞已經沒有什麼保護力的 老實說他沒有什麼防感染的保護力 那防重症的保護力還不錯 對我們是說防感染 那這個代狀胞胞胞胞胞 他對於防止他感染 防止他產生的保護力 經過八年才有84% 那前三年大附近大概90%以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高的心 其實可以提供給大家知道 好 所以第一個部分 所以第一個部分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第二個部分跟大家講一下肺炎 對 因為肺炎這個疾病 大家當然是在新冠肺炎之後 才對肺炎這個疾病覺得比較熟悉 就你有去理解他 但其實呢肺炎從以前 這是去年啊 2021年的十大死因 其實你看更早就往前翻的話 你會發現肺炎 他一直都在所謂的十大死因的第三位 對就是第一名 永遠是惡性腫瘤 就是癌症 所以永遠是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就是心血管疾病 就是一些心肌疼色啊 對然後一些那個心臟衰竭就是肺炎 然後第三名就會是肺炎 所以肺炎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蠻重要的疾病 所以肺炎是因為肺炎起來的時候 大家才對這個疾病更有影響 好 那這是一張肺炎患者的S光電 那大家知道這兩天黑黑的是什麼嗎 對這你的肺部 為什麼肺部會呈現黑色的 因為我們S光電 打過去你的肺部的時候 他遇到空氣 他就會變黑色 對所以你的肺其實大部分是空氣 所以肺就會變成那個比較黑的一些 那中間白色這什麼 那白白這個是心臟 對這個心臟 對這個心臟 我之前看過一個新聞報道很想 然後就放一個這個照片 然後說什麼這個患者什麼 什麼胸裡面好大一頭卵之類的 那這個非常 這是心臟 對對對 所以中間是心臟 那所謂的肺炎就是肺部發炎 所以肺部發炎之後 你的肺裡面就會有些樓 就會有些塌陷的地方 所以他原本是空氣的地方 就不是空氣了 所以肺炎的話 你去照理師旁邊 他就是會這樣子白白的一塊 這個就是肺炎的一個表現 好 那講到肺炎 我覺得要講一下肺炎 我們講一下新冠肺炎 跟肺炎的 肺炎就好 因為大家常常會把這兩個東西 包在一起 那哪些東西會造成我們得到肺炎呢 基本上病毒有可能 像新冠肺炎 他是新冠病 所以病毒有可能會造成 所謂的病毒性肺炎 那再來細菌也會 細菌會造成所謂的細菌性肺炎 所以這兩個治療方式不太一樣 對像病毒造成的肺炎 像新冠肺炎 我們就要用新冠的藥去治療它 那像細菌的肺炎 細菌我們就要用抗生素 所以這不同的肺炎 就是很多種東西都會造成肺炎 所以我們要去看他的病原體 我們要去看他的治病原是什麼 那對於細菌類的感染來說 這個肺炎液口菌就相當的重要 那肺炎液口菌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細菌 肺炎液口菌 他是一個平常在我的鼻腔裡面 就是我們現在各位 所以現在我們大都沒有什麼感冒 沒有什麼生病 我們去檢測我們鼻腔裡面的細菌 都會造成肺炎液口菌 對 他是他一樣 平常很多細菌病毒 其實都是跟我們人體和平共同的 平常的食物 所以這個肺炎液口菌 它平常就會在我的鼻腔裡面 它也不會礙事 它也不會造成你生病 但是呢 今天假設 譬如說你得了一個重感冒 有可能是COVID 有可能是流感 有可能是一般感冒 那大家一般感冒會怎麼樣 會底地倒流有沒有 可能會底地倒流 然後這個細菌 有可能就會跑到你的肺部 然後這時候你感冒 你身體也比較虛 你免疫力也比較不好 所以這一類所謂的肺炎液球菌 這一類所謂的細菌性肺炎 你會發現 常常就是在一些小感冒時候 越來越不對勁 越咳越厲害 其實就是 鼻腔口腔這些細菌 它隨著你感冒這些底地倒流 或是你身體狀況比較不好的狀況下 它就跑到你的器官 去感染你的肺部 所以這個常常 這個就是叫做所謂的 呃 就是 呃 這個要怎麼講 就是通常是前面 你會有一個感冒 會有一個病毒 引發後面的細菌感染 對但是你如果沒有前面那個小感冒的話 基本上不太會說 直接這個病 直接這個細菌就入侵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一個 次發型的細菌感染 所謂的 次發型細菌感染 就是永遠前面都是有的事情 它去造成這個細菌去入侵你 所以 肺炎LG就是一個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很多老人家 他其實就是在感冒之後 就變肺炎 然後或者是有些人 他嗆到之後 因為我們口腔裡面有很多細菌 他嗆到的時候 他這個口腔的細菌 跑進他背裡面 這個我們叫做吸入性肺炎 對所以所謂的肺炎 也常常都是因為感冒或嗆到做引起的 所以在各種會造成肺炎的細菌裡面 肺炎面球菌 他就蠻重要的 所以大家現在也會聽到 欸你有 你會聽到衛診所 會破定到我們診所 再給你推廣肺炎面球菌的疫苗 他其實就是防犯這種所謂的 四發型細菌感染的肺炎方法 好 那哪些人呢 當然年輕人比較沒有感情 因為年輕人不是什麼高危險群 但是目前是今天65歲以上 對因為其實隨著年紀增長 我們的年紀都很高低 那五歲以下的小朋友 我覺得家長也不太小滿心 因為現在公廢的肺炎面球菌疫苗 已經有大三級 就是兩個月四個月內五歲 所以本身就有公廢疫苗 在做肺炎面球菌的保護 那脾臟功能的缺損 這個大家如果有得到這個疾病 應該知道大部分是外傷 去撞到脾臟 脾臟大出血 就會把脾臟摘掉 皮藏是你身體左側的一個器官 它是一個免疫器官 對 所以你的皮藏如果受損摘掉 你的免疫力有比較差 那這些人就會需要打疫苗 那有一些先天或後天的免疫不全 那先天的免疫不全 這個大部分就是 有人或者一些罕見疾病的病人 那後天的免疫不全 最知名的 最知名的當然就是HIV 就是愛子病毒的感染 愛子病毒的感染 會靠前些人後天免疫不全 或者是 如果你有得到癌症 你有在做什麼化療 你有在做一些全身性 或者是你有一些自體免疫疾病 在使用一些免疫抑制劑 或者是你有接受過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也要持免疫抑制劑 這些有在使用化療或免疫抑制劑 比較容易會感染你的整個 就是你的內的分離 整個好神性的部分 所以這個要比較注意 那再來 慢性肌症患者 有些糖尿啊 血糖啊 血壓啊 血壓通常比較還好 大部分是血糖 血糖 影響你免疫力的問題 會比較大 那再來一些慢性腎臟 血腸病 這個都要比較注意 好 那 肺炎疫球菌疫苗 很多人有一個問題 因為肺炎疫球菌疫苗 有13架 跟23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 這個區別 所以這兩種疫苗的區別 其實蠻大的 而且很多人都好像太清楚 那我講簡單的版本 簡單的版本就是13架 雖然說你看到它數字比較小 但它其實比較厲害 大家記得這一點就好 對 所以因為一般人的時官 你會覺得 哦13架 23架 那我打23架 我幹嘛打13架 但是這是因為製造技術的不同 對 13架 它可以去刺激你身體的免疫力 是比較好的 所以它的保護力可以到95 對 那23架 它的保護力大概只有70左右 所以簡單來說 雖然說13架 看起來好像比較弱 但它打進你體面 它的產生保護力的那個 持續性 跟那個有效性 是比較好的 所以13架 基本上它出生完 用之後以後就可以打 對 它打一劑 小朋友通常打完 青少年就不用再打 但是打完一劑 我會建議65歲以上 你再打一劑 大概它就可以持續 10到15年 它可以持續蠻久的 但是23架的話 保護力大概只有5到10年 所以23架的話 大概每3到5年 就建議你打一次 所以大家如果要選的話 我會建議說 至少13架你要打過一次 你13架如果打過一次而已 之後要追加 你會追加比較便宜的23架 對 因為這是疫苗的一個效力 一個蓄力 那當然 肺炎內套菌 剛剛講的 因為它 常在我的鼻子裡面 所以今天你得到 投影耐體 你得到這些感冒 它去刺激你的鼻子 然後這些細菌 它去感染到你的肺部 所以肺炎內套菌 你的疫苗發現 跟投影耐體 也會有些關係 那研究是說 發現 65個以上的民眾 如果有打13架 肺炎內套菌的疫苗 他又噴到公平耐體 那他的一些 住院律死亡律 都已經沒有打 這個 肺炎內套菌疫苗的人 一定很難成 所以他其實也會有 所謂的交叉保護 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問我說 欸那 吳醫師那我問你 我今天打肺炎內套菌 13架的疫苗 我很快 很快保護我 就不去得COVID-19 我會覺得不行 你們這兩者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就肺炎內套菌 它是防肺炎內套菌 它不是防COVID-19 但是如果你今天得到COVID-19 這個疫苗 它可以防止你 就是這些 離槍的細菌 掉進到你的肺部 才能肺炎 大家可以這樣去理解 因為它是一個 刺法性的細菌 所以他們是會有監管理性 好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肺炎內套菌 對疫苗的人 他得到COVID-19之後 中症跟死亡的人 其實會中到第一 所以 如果你65歲以上 然後你還妄想過13架 被疫苗 然後你要有點擔心 COVID-19 對你背後造成的影響 我也是建議13架的 被疫苗 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這也是一個 蠻古老的疫苗 安全氣候很高的 對 這一類我講的疫苗 其實都不太會有所謂的 什麼 像大家比較擔心 莫德納或是BMP 會有些發燒 這些比較 細一代的疫苗 的附作用 尤其在那些比較 舊一代的疫苗 其實都不太會有 所以大11是不太會 不太需要擔心的 好 這也是 臺灣的一個新的靠寶 就是大分架 打新冠疫苗 但卻 蠻多人去忽略 背炎面球菌疫苗 對背炎保護這個作用性的 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好 好 那 接下來就講 其實這個重點 蠻簡單 重點就是你沒有打過13架 你就先打13架 之後再打23架 一句話完成 這個問題 你可以的對 就是你看 18歲以上未滿65 對如果你 沒有打過13架 你就打13架 你就先打13架 你打過13架 你就可以打23架 齁 就沒有打過13架 先打13架齁 然後65隊長者一樣 從來都沒有打過 背炎面球菌疫苗 就先打13架齁 沒有打過23架 一樣 沒有打過13架 就先打13架 打過13架 就打20架齁 對一句話就是 沒打過13架 先打13架 之後再打20架就好 OK 然後 第三個部分 是不是你可以先休息 呵呵 講得有點口乾舌道 好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第三個部分跟大家講一下 看看導演導演這部分 這一部分 好我們現在時間是 拿來點20萬 這是很多人的溫師 就是慢性力的藥物 對然後大師 慢性力的藥物 每天吃每天吃 對像 或者是神經痛的藥物 每天吃每天吃 那 很多人都會擔心說 長期吃這個藥物 不會傷甘生生 對 很多人都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 那我是覺得說 我們要先了解 就是 藥物 會不會傷甘生生 跟 它從什麼器官代謝 是不一樣的概念 這個有點困難 那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像今天大家喝水 喝水是從什麼器官代謝 從腎臟代謝 從腎臟代謝 你會說喝水上腎 不會 所以從什麼器官代謝 跟傷痕的器官 是跟有什麼關係呢 你會用水 那個力氣去想 喝水是從腎臟代謝 那喝水不會上腎 那一樣的概念 是用藥物 大部分慢性病的藥物 血壓 血糖 血脂的藥 大部分可能是由你的肝臟 跟腎臟去代謝的 但它不會傷甘跟三腎 但是會不會有藥 會傷甘跟三腎 也有 像 比較強的止痛藥 會傷 就會吃比較多 會傷腎跟傷胃 這一定會的 這個是跟 每個藥的藥理基準不一樣 那我想要強調的是說 如果是慢性病的藥 醫生敢開慢性病給你 他敢開 就是一次開三個月給你的 這種其實你都不太需要 藍心三肝跟三腎的問題 對 因為你很少看到醫生給你開 什麼慢性三個月的肚臟痛藥 醫生不太敢這樣開 不開 不怕你吃到腎臟壞掉 所以其實我們開藥 開慢性 或是去看這些藥 會不會傷你的器官 其實跟他開藥的瘟子 都有一定的相對應性 所以一個藥 如果你要醫生可以說 你這個藥吃了 可能就會變成要吃好幾年 譬如說一些血壓 血脂 有些人一吃就吃五年以上 十年以上 一次都開三個月給你這種 真的你不太需要擔心 傷肝神腎 而且通常我們三個月 六個月都會抽些幫你 就是驗一下你的肾 你的幹 都會持續幫你追蹤 這一類藥你就不太需要擔心 但是如果說是那種 你常常哪邊痠痛嗎 哪邊痠痛 常常要去吃那種指痛藥 或是有些人 他要常常吃到那種 譬如說有些人 他那種免疫的狀況 比較嚴重 然後吃到一些類似的化療藥物等等 所以這類藥 他當然就開始會有一些 傷肛傷腎的疑慮 但是這一套眼神也會幫你檢測 所以剛好想到這個議題 真的大分享一下 因為蠻多人對於一些慢前 長期吃 或者不會傷身體 都會有一點點疑慮 那這邊給大家的概念就是 大部分的藥物是從你的肝臟 從你的腎臟 代謝是沒有錯 但代謝跟上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 你吃食物 吃任何東西都要經過你的肝臟代謝 所以這部分就是大家可以參考 那第三個部分跟大家講一下 腦炎跟腦炎 那這個也是因為新冠疫情的關係 大家開始對他有一點嚴謹的決心 主要發生在兒童 大人沒有那麼常見 那這個也是25號的新聞 因為我一個三歲女童 腦炎死亡 那在 因為我還是有件同事在家務病房 那就是據他們所述 兒童的腦炎的是 會來的又快又急 但或可能一開始是一些試睡 然後一些意識不好 一些偶步 然後常常這個 因為腦炎為什麼他們很快 可以想像 我們腦是一個密閉的構造 跟我們身體其他器官都不一樣 我們肚子是軟的 我們肚子裡面有長什麼狀 有發炎的話 他都有空間去讓他脹 但是我們腦袋不一樣 我們的腦袋就在我們的頭顱湖裡面 它是一個密閉的空間 所以今天當你腦受到感染 受到刺激 你的腦腫起來了 他的壓力會怎麼樣 他的壓力寫不出去 你可以想像你的腦就整個腫在裡面 腫在裡面 血液循環就上不去 因為腦整個腫起來了 血管都會壓力太大 血液都送不進去 所以就會開始 腦就會開始壞死 就會開始腦死啊 所以腦炎的一個病程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現在也不太知道為什麼 大家也還在研究說 為什麼感覺台灣的小朋友得到 歐陽病的腦炎的疲弊 好像有其他國家 有在高一點點 這個還沒有很清楚原因 但以至少目前來講 現在疫苗已經開放到60月以上就可以打 以疫苗的效率來講 而同疫苗還是可以滿有效率的去預防腦炎 所以如果再多你有家長 你真的很怕這一部分 你還是可以考慮接種疫苗 而且我們接種疫苗的步驟 所以我們有大人很多 大人打莫德 大人打莫德 有時候有些人說 被火車撞到有沒有 然後有些人說 被刺激的刺激也有沒有 那目前看起來會痛大 不管是BDI 莫德 大人比起來 相對來講都輕 都想想打完 照樣我 不能慢慢跳給你看 所以我覺得 不用太擔心這些事情 好 那 那 腦炎基本上 這是我大腦的一個構造 那 大腦 那大腦的話 我們 腦袋是有一層 那如果 腦膜那個 主人師所覆蓋住 所以 基本上 一個病原體 不管是病毒 還是細菌 它去感染到你的腦膜 如果感染到你的腦膜的話 那我們叫做腦膜炎 腦膜炎 就還沒有影響到大腦 所以 腦膜炎一般來講 就會開始覺得 頭痛 其實比較劇烈的頭痛 你可能會怕光 你可能會覺得一些耳心 吐蓋 它都是一些 不是非常特殊的症狀 對 就是感染到你的腦膜的部分 但是如果 他入侵到你的腦袋裡面 就會非常腦炎 那腦炎 就會相對來講 比較嚴重的一些厚症 因為大家知道 腦炎 它去掌管我們的肢體 掌管我們的智力 掌管我們的思考 掌管我們的認知 所以腦炎得了之後 有些人可能 就開始認知功能 會有點受損 有些人可能聽力 會有點受損 所以多多少少 跟神經這些有關 都會有點受損 那 當然 以COVID-19來講 COVID-19的腦炎 要去打疫苗 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腦炎症 我公司也蠻不建議 所以 因為很多疾病 它有點重症 今天講的測試 比較輕微的疾病 得了 我們去治療 好 它就好 可是今天像我們一開始講到 戴重炎症 戴重炎症你得了 我們治好它了 但它可能會有 那個 戴重炎症神經痛的後患症 得到腦炎也是 腦炎就算你得了 我們治好它了 可是它都破壞了 然後帶了 就會有些認知啊 有些長期 比較不好的一些後患症 所以 針對這些比較嚴重的疾病 我們都會盡量希望說 就不要得最好 所以就預防勝於治療 不要得就不會有後患症的問題 所以 以新冠造成的腦炎來講 新冠疫苗還是有最好的防護 另外一個腦脫 容易造成腦炎的 也是跟大家說講 這個叫做 所謂的鼻型流行性的腦脫炎 這個是另外一個 由細菌所造成的腦炎 或腦脫炎 那它是一個細菌叫做 腦脫炎症球菌 比較少流過 那大家可以稍微記一下一些細菌 腦脫炎症球菌 也算是一個非常凶狠的一個細菌 它一感染 常常就直充你的腦脫 然後感染到你的腦脫 感染到你的腦袋 感染到你的腦袋 那發生率沒有那麼高 但是一旦發生 嚴重度還蠻高的 那流行起來 大概有5-10%的無症狀帶出 台灣比例沒有那麼高 這是在流行地區的國家 然後它主要的血行性有六種 那以台灣來講 最流行的是B型 所以我們叫做B型的腦脫炎 那腦脫炎 如果你真的比較擔心腦部 或是腦袋的一些受損 會因為這隻細菌感染到腦脫炎受損的話 目前其實也有可能腦脫炎的一個疫苗 這也是今年才剛進台灣 所以今天跟大家更新的都是你去年會知道的知識 對 因為去年台灣都用這些東西 包括那個帶動作者的疫苗 所以比較新一代的 包括這個B型腦脫炎 這也是今年才進台灣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國外相對來講都行之有隔 但是國外的一些疫苗 或藥物要進台灣 其實都需要衛服部的一些審核 所以有時候一審核 因為審核 常常又要在國內做一些安全性 或做一些有效性的試驗 所以常常跟國外的上市時間 會合了三五年之類的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在國外都都算是有大規模數據 我覺得後面帶點的疫苗 比較像是疫苗中的疫苗 因為大家也知道 後面帶點是來的又快又幾年的疾病 所以國外疫苗出來 不久之後就會發活著了 然後到台灣其實這個時間也不過是幾個月 所以我覺得後面帶點疫苗 當然有些人會對它的安全性有點怪 對 因為主要就是 這個病來的又快又幾 但病人不能怪人家 因為就是因為要這個病 我們需要趕快這個疫苗出來 你也不能說 大安先停止 我們先省核三到五年 到時候全世界都一定得完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變成是一個交換 有時候就變成說 你要去加速一個流程 那加速這個流程 多多少少 有些人就會對它的安全性 起敏這樣子 那我今天講的 可以帶到暴等 或是腦骨炎 他其實在國外的東西 是至少三五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我們大家就比較不需要 這樣子的疫苗 好 所以當然腦骨炎跟腦骨炎 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些症狀 例如說 嬰幼兒他 嬰幼兒沒辦法表達 所以我們就要注意 有沒有一些高燒 如果高燒率超過 40度 41度要不要注意 因為一般正常的發燒 可能到40.5度 差不多是極限 因為我們人體會去調整發燒的溫度 理論上你就想一下 你這輩子最高的發燒 你多40度 40點多度 如果超過41度 那個通常代表 腦部裡面調節體溫的那個核心 叫下式球 這個地板已經有點被破壞了 當你腦部裡面的病房被破壞了之後 你能發燒或度 可能會超過41度 所以 如果真的高燒有超過45點 40.5 或是41度 你要特別小心 那 嬰兒出現嘔吐 躁動 活力變長 這個都要注意 是不是可能新冠 或是其他疾病 造成一個腦炎 腦炎的症狀 那成人的話 就要注意 劇烈的頭痛 因為感染到腦部 會有劇烈的頭痛 會怕光 他一樣會高燒 會耳心鵝肚 會隨機入行 那如果你耳心鵝肚 反正水到他肚子 那不會是這麼多原因 不要太擔心 但如果是劇烈頭痛 碰到耳心鵝肚 真的你就要比較注意 那當然 不管是任何的腦脖炎 或是我們今天講的這種 V型的腦脖炎 或腦炎 他其實在 年紀小的小朋友 像COVID-19也是一樣 在兒科 其實我覺得兒科 是一個相對的名號 發腦炎 或是腦膜炎 跟年紀 所以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要特別小心 通常年紀越小 發生越會越高 那再來 新少女 會有些宿舍的選舉 也會有些關係 那再來就是65歲以上 所以這些族群 都要特別注意 好 那 其實腦膜炎跟腦炎 我覺得 他相對來講一個 對醫生來講的一個難題 就是他整段上來講 是比較困難的 今天假設 呃 是一個感冒 我們能聽證聽一聽 齁 看一看 我們就知道了 那今天醫生 懷疑被炎 被炎我們會做什麼檢查 我們會拍S光 大家已經一開始有給大家看 看來知道 被炎的S光裏片嗎 大概S光拍一拍 齁 就知道是不是被炎了 可是如果是 我們要診斷 腦炎或腦炎 我們需要一個檢查 叫做腰椎喘事 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檢查 就是 人要躺在一個 一個病床上 然後構成一拳 然後要一個針 從你腰椎 這邊可以轉進去 有點像 那個婦女做的 那個 無痛分辨 腰打那個 半身腦炎 有點類似那種感覺 就是從你的 外屈 然後從你的背後進針 然後取出你的腦 然後脊椎 有一個病床才可以 診斷是不是腦膜炎 或腦炎 所以 腦膜炎跟腦炎的診斷 相對來講比較困難 那因為比較困難 流程比較繁瑣 所以他就比較容易會 掩護診斷 所以這個東西 大家就是要特別注意 而且 如果沒有診斷出來 就很容易會有一些 呃 延遲治療的一些後患症 好 那這個是 腦膜炎症酌症的感染者 因為體育可能會出現一些 粗血 痰的狀況 那這個是 沒那麼常見 老實說 這個一點連我在 就是連我之前在 那個台大 不同醫院的老師 說的一點點看不到 就是台灣來講 沒有那麼常見 但是 只要一診斷出來 確診出來 他們都非常嚴重 所以目前我們就是提到 預防健康 預防腎病治療 會讓他們 就是那麼典型的 那我們演的表現的人 沒有那麼多 但是 大部分人就是會以這些 比較沒有那麼特殊性的一些 嘔痛 嘔噁心嘔吐 這些相對常見 但是你說要嚴重到 你這個 皮膚有潰大 就相對來講沒有那麼多 好 所以基本上 如果有一些 新習性的腦膜炎 死亡率 可以到8-15% 然後 透理症 可以到50% 其實我覺得只要各種病人 不管是新冠病毒 或是腦膜炎 雙球菌 所造成的腦部的一些疾病 大家都要特別注意 好 那當然 有些明星人 他也會好去接走這個 腦膜炎疫苗 那 國外的建議是說 如果你是住宿的 而且宿舍是那種 可能 呃 就是因為國外有些住宿環境比較不好 可能就是 一間房間要住很多人 然後有非常多的一些 群聚的一些生活 可能就要注意這些 那種 我會演這些雙球菌的一些傳染 所以 這個部分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好 好 那 最後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可能 很多人很有興趣的 例子 叫做常新冠 長新冠 我們這個詞 有一點點被濫用 或者是有些人說 新冠後遺症 大家要先注意一下他的定義 他的定義是說 大家看這個 症狀要持續兩個月以上 甚至國外有些 他對Long後遺症 就是常新冠的定義 就是說 感染新冠病毒之後的一些不舒服的 症狀要持續12週 三個月以上 我們才會定義叫常新冠 為什麼這個定義那麼重要 這個就代表說 如果你是前一兩個禮拜 還得什麼COVID-19 然後現在是一兩年禮拜之後 症狀 症狀我還在咳 我還有點不舒服 我會不會是常新冠 我就說 不是 你那是正常的身體 那我也有一個過程 因為常新冠 他有一個長 代表還要兩個月以上 對 三個月以上 有這些慢性的不舒服 才會叫做常新冠 如果你是 得完COVID-19 還在兩三個禮拜 三四個禮拜 一個月內 還有一些 可能偶爾咳一下 感覺還沒有完全心乾淨 有一點點疲憊 這個相對來講 都算常見 這個我們也還 不會跟大家說 這是常新冠 對大家不要那麼擔心 因為其實 COVID-19對於滿多人來講 就像重感 對 其實不要說COVID-19 前幾年 比較流感大流行的時候 有些人也是 流感得晚 就在那邊可不停可一個月 我們也不會說 這叫常流感 所以大家就不要太濫用這個詞 所以真的一定要到一定時間 超過兩個月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 你有常心 這樣不可能 那其實現在 覺得說COVID-19 之後有一些 長期慢性的咳嗽 胸悶胸痛 基本上 並不一定是說 病毒還在你體內 病毒有可能是被你清乾淨了 但是你的 身上的那些發炎 那些白衣 還沒有完全恢復 那像 也有一個疾病 最近大家也不管 這個叫做 這個疾病 最近新聞也一直在爆 大家可能也有聽到 這個也是發出在原口身上 這個我們叫做ESC ESC是一個 得完COVID-19之後 一個全身發炎 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那要注意的是 像 我們有MISS C 我們也有MISS A MISS C跟MISS A是什麼 C是Children 是兒童 那MISS A是 A是Adopt 成人 所以其實 並不是只有兒童 也有這個多方性發炎 連成人也有可能 但 其實成人大部分 是在19到34歲 就越年輕越偉的 那MISS C 就是兒童的年紀 那 什麼叫做MISS C呢 這個大家也要注意 就是家裡 比較年輕一輩的人 大朋友小朋友 Arohan在得到COVID-19之後 2到6個禮拜 這個期間 他不是得到COVID-19 那3到5天 不是 他是已經痊癒了 他得到COVID-19之後 他已經好了 他已經不發燒了 燒已經退了 也已經不渴了 然後是得到COVID-19之後 2到6個禮拜 正中間 也開始用高燒 高燒 現在找到原因 通常要燒 超過3天 然後 會有一些全身出疹子 然後眼睛發紅 然後有一些休克啊 醫師狀況的整個改變 然後有一些很嚴重的肚子痛 搭肚子 這些在感染COVID-19之後 2到6週的產生這些症狀 我們要擔心 就是所謂的MISS C 那什麼是MISS C呢 它是叫做所謂的多系統發炎症候群 那研究師發現說 當我們人體 被這個COVID-19病毒感染之後 我們人體的免疫系統要活化 那我們人體免疫系統活化 要去把這些病毒清掉 但是有可能今天我們人體免疫系統活化了 病毒清掉了 但是我們人體免疫系統 它沒有順利的降回到正常值 有可能 所以這是目前MISS C這種疾病的一個理論 就是當你被這個外人的病原體感染 你身上啟動了發炎反應 啟動了免疫反應 但是你這時候COVID-19病毒已經被你清光了 清乾淨了 但是你身上 這個免疫反應沒有完全被壓下來 它已經是要調節為正常 但沒有 你身體一樣繼續的發炎 繼續的發燒 然後皮膚發炎就是會有這個紅症 然後這個你的眼睛的血管發炎就會發紅 所以就可能會產生這個MISS C 所以我在這邊會聽到 常心罐跟MISS C 就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現在有很多理論是認為說 所謂的常心罐 或者是這一類所謂的多心 發炎症候群 它都跟你 得到COVID-19 之後 身體的免疫力沒有調節為正常 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身體 持續屬於發炎狀況 持續屬於發炎狀況 你就會覺得怎麼樣 你會覺得兇悶 你會覺得疲累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有一直有這個咳嗽的狀況 因為你身上的這個器官 還是持續在發炎 所以當你身上的這個 你這個發炎狀況 我們要說 降到正常值 持續發炎狀況下 就可能會產生所謂的 強心罐 或是這類MISS C 這類疾病 所以這個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 其實我會跟大家 講到這個 就是講說 我們身上的一個 精準檢測 或是我們身上的一個 情緒的一個調節 是很重要的 因為研究是有發現說 對於那些情緒 比較容易焦慮 比較容易緊張 比較容易睡不好的人 他身上的一些 慢性發炎白癮 甚至所謂的 常心患的比例 就是統計上來講都比較高 對於今天理想 研究的人分成兩組的 一組是那種 比較不會有壓力 身口比較優先 覺得比較輕鬆 比較容易放鬆的 然後另外一組是非常容易緊張 非常容易焦慮的 你會發現 兩組如果都得了心患之後 比較容易緊張 比較容易焦慮 比較容易焦慮 他們在兩個月後 三個月後 他還是會一直抱怨說 我好像都會覺得 胸口悶悶的 不舒服 疲倦 研究是發現說 我們身上的這個 所謂的自律神經 我們情緒的調節 因為會影響 我們身體的發炎白癮 所以就會影響之後 所謂的 長心患 或者一些長心症狀的 一些表現 所以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其實 平常靠一些運動 靠一些檢測 去找出 是不是有一些情緒 比較不平衡的地方 然後去調整 這個其實都滿重要的 那一般來講 這個是業配時間 讓我稍微 業配宣傳一下 就是一般來講 如果你有一些 比較慢性 比較不舒服 容易疲憊 特別是得到 COVID-19之後 如果這個狀況 持續一段時間的話 我們還是會建議你 做個基本的抽血檢查 對 因為抽血檢查 其實好幾個案例 都會這樣子被我發錢 然後說 我得到COVID-19之後 其實我好像覺得 比較容易累啊 怎麼樣 然後我會看一看 也沒有找到很明確的原因 我就跟先生或小姐說 那我先抽個 最基本的血檢查一下 那常常就會發現 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慢性的問題 例如說 血脂真的滿高的 或是血糖真的滿高的 那這時候我反而 先不去管他說 什麼糖新冠的問題 我就說 欸先生或小姐 我們先把這個血壓 血糖血脂 我們先控制下來 讓你血液血管 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大家知道血壓 血糖血脂 其實都會影響我們的血液血管 對 因為他會造成血管的 可能末端血管 那些血液血管 比較不良等等的狀況 所以 我都會請他說 欸 你這個血糖先控制一下 血脂我們控制一下 然後可能兩個禮拜 四個禮拜追蹤完 那常常在滿不可愛裡面 把這些素質指標 控制下來之後 欸他的這些疲倦 或是他這些容易 投入 容易投入的狀況就改善了 所以 其實我後來就覺得說 呃有時候 並不是說真的 COVID-19造成 呃 就一直殘留在我的人體裡面 造成很不舒服 有時候是 我們人體本身 就已經有一點 微妙的 不健康了 所以我們的血壓有點高了 血脂有點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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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COVID-19的感染 會讓我身體的發炎更不容易 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本來要反其道的行 我們不是去治療公平單定 我們本來就先把自己的身體 好理好 先把你的這些三高 先把你這些血液循環的因子 去調控 然後這時候 把症狀就改善了 所以如果你身上有一些 不明原因的部署員 是建議這個 最基本的檢查 包括一些 代謝血糖 血脂胺 不存肝 症狀 這個 我覺得我們這時候 這個真的是狗姓價 我不太知道公司 怎麼定的狗姓價 真的 你在外面檢驗所 怎麼驗 至少從破前我們 399 那麼多項 這個是驗沒時間 讓我先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於大家 是很有幫助 不管你用的部署 或者是你想要 及早去發現身體 有一些代謝方面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 399的套餐 大家可以考慮 那 關於癌症的一些篩檢 這個我也要提醒大家 因為大家現在 不管在我們診所 或是你在外面檢驗所 或是任何診所 他們也會跟你說 我朋友這個 癌症的篩檢的協議 可以充 你要不要充 那這個協議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充血檢驗 去篩檢癌症 老實說 他有一些幫助 但他不是絕對的精準 什麼意思 今天你抽血檢驗 譬如說我是男性 我抽這些癌症的指標 全部都正常 我會不會跟你說 恭喜這位先生 你身上沒有癌症 我會跟你說 他不能代表這樣的事情 相反過來也是 我去抽血抽癌症套組 結果 有幾個是紅字 我會不會跟你說 你這個可能有癌症 你要去檢查他呢 也不一定 所以其實抽血訓驗 所謂的癌症的指標 他算是一個補助項目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擔心 甚至某些指標有到 你可以念念看 然後針對他的指標 再去做進步檢測 他的用處是這樣子 就算他完全正常 我也不能說你完全沒有癌症 所以這個大家要有這個概念 因為他必定是抽血 那你跟我說 那我到底要不要 要怎麼知道 我有一些初期的癌症 那你要去做一些所謂的 影像組檢查 這個意思很重要 例如說 像女性來講 就有補助 所謂的乳房攝影 乳房攝影就是篩檢 乳房攝影 就是篩檢乳癌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那男女 對於大腸直腸來 現在也都有分辨的前些檢查 那如果前些檢查陽性 就會建議你去做大腸鏡 這個所謂的影像 我們在影像上 直接看到有沒有癌症 這個都是最精準的檢測方式 那如果你有這個 肺癌的家族史 你有抽菸 我看現在健保的區域 它是鼓部 有所謂的胸部 背部的這個低劑量 電腦斷層 這個都是比較好去篩檢 肺癌的方式 那肝臟的話 就是腹部超一波 直接用超一波 去看你的肝臟 有沒有長腫瘤 所以其實針對癌症的篩檢 記得這句話 影像學檢查 永遠是最好的 抽血 抽血 可以抽 可以看 還是補助腔 你擔心癌症 你還是要做很像學檢查 針對那個器官去做很像學檢查 針對大腸直腸 就做大腸鏡 針對肝臟 針對肝臟就做超一波 針對肺臟就做電腦亂層 就是要做這些 針對特別器官的檢查 那如果是腦部等 腦部等和子宮症之類的 所以這個 這個概念也要參考 好 那剛剛講到 神 我們 自律神經 就是我們的一個情緒的表現 對我們身體的 流氧發炎 或是對我們得到新冠 之後 會不會容易有些長新冠 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跟大家講一個自律神經的一個概念 那什麼叫做自律神經 其實自律神經 我覺得是一個 醫界 用來解釋一些很 疑難達症的一個 被發明出來的一個名詞 今天就是有一個人 他非常不舒服 他胸悶 他頭暈 他很疲倦 很不舒服 然後我們把他全身的檢查都做過了 譬如說頭暈 腦部都檢查過沒有問題 然後他怎麼也有這個 你覺得很久沒了 你連幣也沒有問題 對阿 你很疲倦 充血 什麼東西 全部都檢查一遍 都沒有問題 這時候醫生就跟你說 你可能是自律神經失調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自律神經失調 這個診斷就是這樣子來的 就是你要排除 你這個人 有可能的所有疾病 都排除完之後 你還是持續有這間屋律律律 所以說 你可能是自律神經失調 那什麼是自律神經失調 其實神經失調簡單來說 就是 我們身體有長 agora 我們比較情緒高昂的神經 叫做交感神經 然後有另外一個系列 是讓我們身體比較放鬆的神經 叫做護交感神經 那這兩個神經原本是要處於平衡的 但今天這兩個東西如果適合呢 大部分的身交感神經比較亢奮 你比較有點緊張 然後護交感神經比較甩弱 你沒有辦法放鬆下來 你就會一直處於焦慮 一直處於疲憊 一直處於頭痛 頭暈 肩頸痠痛這些狀況 這個我們就會叫做 沒可能有一點自律神經失調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你的所謂的調節情緒的神經 已經有點失調了這樣 有沒有 所以他的症狀就各種各式各樣 失聯 是不是這種暫氣心 記錄心會很普通平常的人 你會把現在反而每個人都有一兩種症狀 所以這邊還是要跟大家提醒 不要有這些症狀 你就會說啊我一定是自律神經失調 我不要說自律神經失調 一定是要把你身上器官系統的 一定排除掉之後 檢查之後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才會說你可能是自律神經失調 所以也不要聽完這邊 大家過去都覺得自己自律神經失調 不用那個演奏好不好 好 那自律神經失調 就剛剛跟各位講過 我們身體的自律神經有分交感 那就是踩煞車的一個神經 它讓你的這個疾管擴張 心跳血壓比較下降 你會進到我們要放鬆的模式 所以最好的狀況就是這兩個神經 要屬於平衡 對我們可動可靜 焦慮的時候緊張的時候 緊張一下沒有問題 但是該放鬆的時候就要放鬆 就是這個身體比較正常的一個生理模式 但是呢我覺得心態人就是壓力很大 你的新聞一直跟你說 每天確診多少人啊 死多少人啊 哪個人又輸車或死掉啊 看這些東西 資訊一直接收 大家都處於一個焦慮啊 那就會破壞這個平衡 所以就會開始鎖出 如果那個自律神經失調 就可能會有這些症狀發生 那自律神經失調 因為我覺得科技也在進步啦 現在連自律神經 我們都有一些客觀的 一些參考值 一個客觀的儀器可以去測出來 那像這個是 因為連接診所可能不太一樣啊 那我們的蘋果樹 有一台是在檢測自律神經儀器 那他就可以去幫你看出 這些交感互交感的一些平衡 那你的一些 他可以幫你間接的去看一下 你的血管健康程度 或是壓力程度等等 那他其實是通過認證的一台機器 那也是一個悲心入試圖 不會說什麼要紮針還是怎麼樣 他其實就是針對你的心率 針對你的血壓 去做一系列的測量 測量的軌道 他其實就會幫你去分析出你 自律神經失調的一個程度 那這也是我們臨床的 一個實際上的案例 因為我們也不要想說 這個疾病 他只影響到一個人的一個疾病狀況 甚至也會影響到治療效果 或是醫美的一些效果 因為蘋果樹又在做醫美 我是沒有在做醫美 但是我們 惡不是醫美 所以其實也會跟他們 分享一些Case 那這形式兩位 歲數上沒有很 就是差不多的一個屬性 那他們兩個 做的項目都是一樣 都是因果拉提 都是想讓這個皮膚變得比較緊實 變得比較美 然後我們就發現 兩個一開始治療的時候 他們的狀況都差不多 但是為什麼兩個人 他們治療之後的能量發速 都使用相同的治療手 做完效果超級好 做完超級效果的一個協助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 了解這個狀況 就會發現他是一個圖外 然後身心壓力其實蠻巨大的 就幫他安排一個HRP 就是這個治癒成績的檢測 然後就會發現 他的狀況真的是 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 我叫做一個心臟光 心率變異度的一個指標 你就上這個兩條紅線 然後越快越好 要超過這個紅線 對但是你會發現這個 他的紅線非常的讚 當然這個指標的 詳細的意義 現在這邊沒有太多時間跟大家說明 但簡單來說 就是他的交感神經 處於一種在抗分的狀態 所以他的心率 都維持比較高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的心臟的跳動速率 沒有辦法很好的調節 很好的快感的調節 對然後我們再加設幾下 就會發現他的交感神經的 那種活性 底部交感神經很高 那種活動 對這個最好的狀況是一比一 對然後結果發現 就是大概一比一到三比二左右 就是要接近一點點交感 他可以發現他的交感神經 跟副交感現在差了大概 七八倍的 我覺得他的交感神經 屬於就是非常活躍的狀況 然後他的身上的一個壓力指出 就是這個我們試用他的一些心跳 心跳 然後一些血壓的變化去 各種之類的 也是屬於一個壓力指出 過 所以我們遇到這個狀況 我們本來是樓上的醫美 也不把他轉介到往頭下 就是先針對他的一些情緒 也做一些可能 譬如說一些運動 或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 運動上的一些指導 然後補允一些抗教育 一些藥物先讓他調理一陣子之後 讓他這些狀況 然後平緩之後 我們再回去做醫美 反而效果就比較好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你身心的狀況 你身心的疾病狀況 或甚至你治療之後 身體的回顧狀況 其實都跟你的這些情緒 也是非常有關心的 所以大家還是要保持一個 就是運動的習慣 然後讓你自己處於這種 比較容易放生的一種事 我覺得這個對你身體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旦所謂的對於身體的思考 這應該是影響到一些內等的地方 比如說乳腺、護科、疾病、肥胖 或者甚至年輕理訓 可能會有些無慾 然後其去補兆這些很多的出現 所以這個大家要特別注意 好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講 韓國務主題大概還記得 就是從耗疾 然後到肺炎變成訓 到嚴導磨焉 到治癒神經 好多都講完了 所以就我們這個業配時間 因為如果這也是一個 一個半千的診所 大家如果有什麼 大家如果你在原本半千的診所 跟原本的醫師 配合的人 定期要做一些檢查 我覺得 不用特別換地方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要找到 一些信任的醫師 然後找到 就是對你來講 方便理要的狀況 但是如果你覺得 好像英國處 你一家也蠻健的 那你的用藥也規律 那你也願意 然後我們這邊讓你 就是討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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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 只是對uesta 謝謝 flew Canon 涉強 risen 有